说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 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还有四川等地 前一两天降下了入秋以来首场的降雪 其中四川峨眉山主风 金秋的降雪比起去年明显的提早了 而南方地区这两天也会出现大风跟降温的天气 而且是大幅度的降温 郁寒的衣物要派上用场了 四川的九寨沟景区 八号迎来金秋的第一场雪 树林被白雪覆盖 九号凌晨四川峨眉山主风金鼎 也迎来金秋第一场降雪 最低温降到摄氏零度以下 而去年的初雪是十月二十一号降下 今年明显提早 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 每年十月初 热尔盖线都会迎来入秋后的首场降雪 北方的内蒙古自治区 在八号晚间出现雨加雪天气 气温骤降摄氏六到八度 道路和树木都盖上了厚厚的白雪 内蒙古发布道路结冰黄色预警 大兴安岭林区气温最低降到摄氏零下十一度 河畔出现冰花景观 这波冷空气持续发威 中国北方这两天低温将持续下探 到了十号冷空气将会进一步的东一南下 相继的影响江南东部 华南这一带地区 也会相继出现大风和降温的天气现象 一夜换季 才刚进入秋季 寒冷的冬天似乎迫不及待要提早报道 综合报道